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時間比較多一點 能跟大家多一點來探討時事政治的問題 剛剛一平快平,第一期剛剛結束,現在就來做第二期 第一期是講了台灣大選的事情,講郭台銘為什麼 他要參加這個選舉,躺這一趟渾水 為什麼中共還能容忍他參與這個選舉 去衝擊國民黨的選情,衝擊韓國瑜的選情 那麼第二期我來講香港的事情,香港事情現在是越來越有意思了 就在9月13號,香港的今天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香港有一個區的區議會叫做郵監旺區議會 他們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是要調查8月31號 在香港的地鐵的太子站所發生的警察暴行 在那一次警察暴行當中,有幾個市民遭到了毒打 現在還有一些人失蹤,據傳有3到6個市民被警察毒打致死 現在這個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所以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香港市民的關注 大家都想探個水落石出 那麼作為香港的民意代表區議會,他們自然有責任 而且這個太子站也是在他們管轄的區域之內 所以說他們要開這個會,他們在開會之前 就要請警方和港鐵的管理機構要出席這個會議 但是警方和港鐵他們雙雙拒絕了,所以他們沒有來 那麼這個會議還是到場討論的這個問題 還有一些市民到場支持 那麼最後會議就通過了兩個決議 第一個是譴責警方和港鐵拒絕出席這個會議 第二個是要求警方和港鐵交出8月31號 在太子站所發生事情的那個錄像 那港鐵在每一個角落都是有錄像的 這些事情最後都可以水落石出的 但是現在就是警方和港鐵他們拒絕交出來 而這個區議會他們是有這個權威來要求他們的 有意思的是這個區議會裡面的多數的議員 都是建制派的議員,什麼是建制派呢? 就是親共派的議員,那麼只有民主派 在裡面只有三個人,其他的十多個人都是建制派的議員 但是這個決議居然就一致通過了,有意思吧 為什麼親共派的人都要通過譴責港鐵和警察的這個決議呢? 為什麼這些親共派的人他們都在這個時候 都要要求警察和港鐵交出這個錄像呢?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馬上就要舉行區議會的重新的選舉 應當是11月24號區議會的選舉要正式投票 現在很多議員應當是已經在準備競選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就會感受到民意的壓力 這一次的這個會議有很多戴口罩的市民出席了 這對這些參加會議的建制派、親共派的議員來說 這會造成強大的壓力,這是他們的飯碗啊 一旦他們這個表錯態了,在這個時候在眾目睽睽之下 他們還表現的站在盲橫無理過度使用暴力的警方的一邊 那麼他們自然就會遭到老百姓的唾棄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感覺到這個壓力了 所以說他們不敢不贊成譴責警方和港鐵 不敢不要求警方和港鐵交出這個錄像帶 最後交不交的出來,這個很難說 這是雙方的這個政治博弈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在香港的現有的這個制度下 民意還是能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能讓這個建制、體制內的這樣一些人 改變他們慣常的行為模式 讓他們強迫他們站到老百姓的一邊 所以說現在香港的這個抗爭已經不僅僅是在街頭 街頭抗爭當然還是主流、還是主戰場 但是議會內的抗爭現在也已經是非常重要 所以說香港今後的這兩個月 在這個軍議會選舉過程當中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向體制內的人士,向他們喊話的一個好機會 迫使他們站到人民一邊的一個好機會 那更多的體制內的這些議員 讓他們站到了老百姓的一邊 那麼這對這個政權的合法性 對這個政權的管制能力又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所以說這個是非常重要,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那麼第二件事情來講一講 就是林鄭月娥她的上一次在八月底的時候 跟商界的人士開了一次會 在裡面她有一個私下的發言,最後被人錄音了 最後路透社得到了這個發言的錄音,是用英文講的 上次路透社公佈了一部分 這次呢,昨天她又公佈了另外的一部分 非常有意思 這個林鄭月娥對商界的這個講話呀 那我相信習近平聽了之後得氣死 因為她暴露了中共在香港的諸多的弱點 中共統治也就是所謂的這個香港政府的這個統治 他們諸多的弱點 上次林鄭月娥說了,說她是家宅香港人民 和中國大陸政府之間的,這樣的做夾心餅乾的 這個空間非常的小,非常的難受 還說了,還透露了習近平的底線 說在11月之前他們並沒有要求 說這是一個底線一定要解決問題 還說了中共不會,不敢派兵到香港進行武力鎮壓 所以這把習近平的很多底牌都給透露出來了 那這一次呢,路透社又透露了講話的另外一部分 又透露了香港政府的 也就是中共的在香港的傀儡政府的一些的弱點 有哪幾個弱點呢? 那第一個,林鄭月娥承認了 說香港政府現在在傳媒上面非常的弱 就是他們搞不了宣傳,在香港很難搞宣傳 雖然中共已經買通了香港的這些主流的媒體 滲透了主流的媒體,但是在這麼強大的民意面前 這些主流媒體他們能夠運作的空間也是非常有限 因為媒體你不管老闆是誰,但是媒體人 就是那些具體寫文章的做節目的那些人 他們是香港本地人,他們是香港的這些受過教育的 良好教育的這些中產階級知識分子 他們的價值觀是和民主派站在一起的 所以說最後出來的節目總是不能夠符合中共的那個要求 所以跟中國大陸的那些媒體不一樣 香港的媒體可能有中資的,絕大部分都有中資的滲透 主要的管理階層都是做親共的人 但是裡面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媒體人 他們還秉存著良知在做他們自己的事情 在為老百姓發聲 所以林鄭月娥說香港的媒體非常的弱 這可能是香港政府最弱的一個環節 那麼後來他又告訴這些與會者說他要參與 他已經邀請了有八家媒體機構要來幫香港政府 來做這個公關形象的改造來進行宣傳 但是有四家馬上就拒絕了 其中有兩家在考慮了之後也拒絕了 最後還剩兩家,應當就是中國大陸的兩家 最後跟他提了一個建議說 還是等到這個事情平息了之後 我們再來做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他現在在宣傳方面他們是舉步圍堅,寸步難行 那還有一個弱點就是他們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多的形式 就是在這一次反送中運動當中 他們所做的那些檢控,對那些反抗市民的檢控 因為法官他們是有他們既定的程序的 而按照這個程序要耗很長的時間才能把這些人真正的送到監獄裡面去 所以林鄭書恨不得就想效法英國在2011年平定那一次 這個騷亂過程中的那個辦法就是讓法官加班加點 一天24小時都在開庭,夜晚都在開庭,設立這樣的一些特別的法庭 但是他也知道在香港這是行不通的 當然了,人家英國那一次2011年的那次頻報 那是因為當時黑人和警察發生的衝突 黑人社區和警察發生的衝突 那麼引起了好幾個城市的連鎖性的騷亂 最後警方大概是抓了有2000人 最後送到監獄裡面判刑的有1000人 在那一次他們是迅速的處理了 因為那一次在英國它有整個制度的支撐 第一個英國的整個的他們的議會是直選出來的 他們的首相是直選出來的 所以說這個政府它是有權威的 而警察是在這種有權威的政府控制之下來運作的 那第二個是警察和老百姓發生衝突了之後 他們有一個獨立的投訴警察的這樣一個調查的機構 並不是警方內部調查,也不是政府內部調查 而是一個專門的獨立的機構 由各方人士組成的獨立的機構他們來調查 所以說這些人調查它是有公信力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能夠迅速的處理 那個騷亂中發生的那些刑事案件 而且那些刑事案件跟香港的這次抗爭運動當中的 這個暴力衝突性質完全不一樣 那一次的刑事案件真是有很多的暴徒 攻擊了商店,攻擊了普通的市民造成了傷亡 而這一次香港的抗爭者沒有對任何其他的市民 進行暴力攻擊,沒有造成傷亡 沒有攻擊過任何一個商店 沒有砸碎過任何一個私人的物品 所以說這個完全是兩碼事情 林鄭就是想學英國的那些強硬的手段 但是對英國的那些民主制度他根本就不想學 哪有那麼好的事情,哪有天下的便宜都讓你佔盡的 所以說他這個想法是絕對實現不了的 香港的這個法治體系不是說他這麼一句話就能夠實現的 當然他今後中共和林鄭月娥 以及如果是中共還能夠撐的更長的時間 或者是把林鄭月娥馬上撤職換一個新的人 那麼今後他們會往這個方向努力 所以說香港市民一定要加倍的警惕 不要相信他們所說的任何的話 但是這個錄音也暴露出來 香港政府有很多很多的弱點 那麼最大的一個弱點實際上林鄭 他也說了是警方的力量不夠 現在香港的警方是林鄭月娥他能夠控制的 唯一的一個大的力量 但是這個力量也是相當不夠的 香港警方一共只有不到三萬人,兩萬九千多人 那麼其中有四千多人五千人是屬於文職的幹部 那麼還有一部分人他們是必須在某些崗位上面要輪替的 一天二十四小時那些崗位都要有人值班的 所以說真正能夠用來平息這個反送中運動的警力 我相信絕對不會超過一萬人,可能只有五千 五千到一萬人這麼多,那麼這麼五千到一萬人 面對著幾百萬人的這樣的反對派的這個勢力 現在反對林鄭月娥的反對送中條例的已經超過了75%的香港的市民 那也就是說接近四百多萬五百萬的香港市民是反對的 那麼走上街頭的最多的一次是超過二百萬人 那麼面對著這麼龐大的一個人群 那麼警方是無能為力的,大家和平遊行 警方你就老老實實地在旁邊維持秩序 如果是大家公民抗命 不管你警方同不同意,我就是要上街 那這個時候警方也是無能為力的 你必須必須得讓公民上去 當這麼多的人一起上街的時候 警察你是沒有辦法跟這些市民來對抗的 不要說勇武派的市民,就是普通的一個市民 和平上街的市民,警察也是沒有能力來阻攔他們的 所以說這一次香港人是贏定了 只要大家不斷地保持上街的這種頻率、這種規模 那麼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香港的 光榮歸於香港 就像那首歌裡面所唱的,香港人一定能夠勝 這一次民政就是組織過幾次大遊行的 那個組織平台民間人權陣線 他們又要求在15號舉行大遊行 但是這個遊行遭到了警方的拒絕 後來申訴又遭到了拒絕 那麼今後這次遊行15號的時候 到底還舉不舉行呢?我們現在不知道民政的最後的決定 民政上一次在警方拒絕遊行之後 他們是沒有繼續堅持,他們只是對這個事情就把它放下了 但是遊行的那一天在他們指定的遊行的地點 還是有很多人去了,只不過是他們去 是自發的去而不是遊行,不是由民政來組織的 當時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麼這一次是不是會跟上次一樣照此辦理呢? 也有可能會像上次一樣 當然也有可能跟上次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還有其他的選項 第一個選項就是大家就宣布你即使是不讓我去 那麼我也非得要去 這就是公民抗命,不管你這個法律的權威怎麼說 我現在覺得這件事情是正義的 我們就是要去,違法也要去 這是一個辦法,但是這個辦法弊病也是相當大的 因為這一次抗爭的一個主要的策略就是 無中心嘛,無領導嘛 那麼在合法的抗爭的時候 你可以有個領導,但是在公民抗命的時候就沒有領導了 這樣警察他就沒有辦法再採取斬首行動 把反抗陣營的組織者,這些聯絡者,這些動員者 把他們給抓起來,讓大家群龍無首 表面上看起來大家就是無中心的自發的這麼去的 但是實際上每一次運動,每一次大型的行動 一定是要有人在那裡宣傳組織和動員的 所以說這批組織者和動員者 那麼最好是在公民抗命的時候 就要保持著這樣的一個隱身的狀態 我不是說這些人不去,這些人去 但是和大家一樣,大家承擔一樣的風險 而不需要去承擔比普通的參與者 更大的、大得多的那種風險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民政我覺得 照著上一次的那個這個辦法來辦理 這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而宣布大家一定要去,即使是警方反對 我們也一定要去這種公民抗命的辦法 普通的市民可以做 但是盡量的不要由組織者出頭來做 所以民政不應當出頭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告訴警方、告訴市民 那麼這次警方把我們的遊行的申請 無理的拒絕了 我們下一次在10月1號的時候 我們就要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10月1號是中共建政70週年的紀念日 香港往年這些親共派他們也是要舉辦慶祝活動的 那麼今年他們可能是不敢舉辦慶祝活動了 因為他們慶祝活動的那個規模 肯定不會遠遠小於反對的規模 所以說這個反對派這一次10月1號 我們就要搞一個反對中共的這樣的一個大遊行 把中共的這個10月1號這個所謂的國慶日 要告知世人、昭告天下 這實際上是國殤日 這是中國的這個國慶日 讓這麼一群土匪、讓這麼一群外國勢力的 就是蘇維埃、俄國勢力的這個代理人 撿取了中國的政權、屠殺了這麼多的中國人 這是中國的恥辱、也是香港的恥辱 那麼香港人民現在率先站出來反對這個政權 反對這個政權崛起中國的這個國家的這個權力 這是天津第一的事情 所以十一這一天是最好的遊行的日子 這一天呢我相信我也希望更多的香港人 更多的香港的組織、更多的香港的反對派 大家一起站出來,那麼這一天站出來 對中共會造成重大的打擊 對習近平政權會造成重大的打擊 對習近平的傀儡、爪牙、林鄭月娥 及其香港警方裡面的那些惡警也會造成重大的打擊 所以說這一次9月15號到底有多少人上街 這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10月1號一定要有 成百萬的、兩百萬的、甚至是更多的人 走上街頭對中共說不 好,我現在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謝謝大家